鮮嫩玉滴的花朵 一枝枝被修剪完成 井然有序的插在花座上 玫瑰和枝叶搭配得宜 瞬间变成一盆美丽的艺术品 别看插花这个动作好像很简单 其实是有一定的功夫跟技巧 才能顺利完成作品 很期待每周能够有这一个 大家欢聚的时光 然后呢重点就是说 这个花插回去 让他们也感受到家人 先生小孩 都觉得很蛮 觉得气氛还蛮好的 就想要说放松嘛 然后插花是既放松又快乐的事情 所以就一直寻寻觅觅 就知道说国业这边有插花班 我就想说来尝尝试试看 结果就一试就有六七年了 新一区国业里长张云娥 为了让李明能够学习插花艺术 陶冶生心 特别在李办公室开办插花班 邀请知名花艺老师叶如荫前来指导学员 大火从一开始如何挑选花朵都不太会 到最后都能完成一盆花 全都是经过无数次的练习 而得来的成果 你如果抱着一种快乐心情来教的话 来学的话 你就会觉得好快乐 如果被逼来的话那就不行 那心情就差很多 所以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所以你看他们都好快乐 那我们就没有昆成说 我老师啊什么说 我像朋友一样 你这一支花来了 一根草来了 也可以组合 而且插出来非常优雅 人家说认真的女人最美 而且她们都是逆花惹草的女人 那老师就会把剩余的材料 在办公室也插一盆非常美的那个花艺 然后放在礼办公室 那每天呢 每个礼拜都很期待大家在这边 然后又有花香 又有笑声 然后又很欢乐 而且她们不定时的也都会有教师节的活动 小聚会 交游 其实她们不是来插花的 她们也不只来插花 她们不只来插花 她们更是来涟漪的 然后促进大家的感情 毅老师强调 插花是一门美的艺术 没有任何限制 只要学习到了基本手法 就能依照心意插出赏心悦目的花艺 张里长也认为 自从开了插花班 整个礼办公室也变得亮丽起来 看着这些美丽的花朵 心情也跟着一跃起来 整天都有好心情 凯博大台北书业新闻草的华 采访报道